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克斯都不满足于仅仅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当中得出有关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结论 所以到晚年他们都转向了人类学的研究 转向人类学研究 因为这个人类学在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时候 就是刚好是他们理论研究的这样一个 他们的生命走向晚年的这样一个阶段上 所以他们开始了对这个人类学的研究 想对这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问题找到一种起源学的说明 后来呢这个马克思当时还做了这个很多笔记 包括对摩尔根的这样一个笔记 后来马克思就把这个恩克斯 他做的这个摩尔根的这个笔记呢 就转给了这个恩克斯 就转给了恩克斯 那么恩克斯呢就用了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笔记的这样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就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恩克斯啊为了说明这个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呢 他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 以及自己独特的这样一个贡献 他就做了一个说明 他说这个在写这个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这个起源的序言当中 他就说他说以下各章在某种成长上实现遗愿不是别人 正是卡尔马克斯曾经打算联系他的 在某种程度内 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个人的 维吾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来闪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 并且只是这样来撒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 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 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 马克思所发现的维吾主义历史观 并且以此为指导 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 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正如德国的职业经济学家 多年来热心的抄袭资本认 同时又顽强的莫杀他一样 英国史前史科学的代表 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我这本书只是稍稍补上我的网友 未能完成的工作 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 强细的折要中的批语 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引用了 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材料应用的一个说明 非常的规范 非常规范 哪些东西用了马克思的 没有把马克思的甩到一边去 就是说这一个话实际上就是说 他在应用马克思的资料补充 唯吾史观理论的想法 实际上他就是归于马克思 实际上他是完成 他说我是完成网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就是说他和马克思共同的这样一个愿望 就是说想在晚年通过人类学 重新来散发他们的唯吾史观 也肯定了马克思在这个方面的这样一个贡献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说恩格斯他在写这个材料的时候 他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他独特的贡献 因为马克思当时做这个人类学笔记 想做这种研究的时候 他同时这个笔记他不止一本 就是说不只是这个摩尔根的笔记这一本 他同时还包括这个科尔涅夫斯基的 就是说对于这个俄国 俄国的这个农民春色的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他是研究整个这个资本主义 他的这样一个形成过程在西方的发展和东方的这样一个不同道路的问题 所以他在里面批的一个东西方发展的不同道路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当时呢还是立足于这个 对这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啊 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这样一个理解问题 这样一个理解问题 那么恩格斯利用这个材料在认述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里面 他没有利用马克思的全部的这个人类学笔记 而是仅仅用了这个马克思关于摩尔根的这样一个笔记 那么应用这个笔记呢 摩尔根的笔记 我们知道摩尔根是一个这个人类学家 是美国的人类学家 那么他考察的是什么 考察的无论他是考察美国什么 他是什么 带有这个西方的西欧西方的这样一个家庭 私有之一个起源 就是考察一个特有的他一个内部的发展 就是通过他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这个社会结构 是怎么形成的 他是又是怎么通过这个古代社会的解体 然后走向这个现代社会的 也就是说考察的一个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考察的一个西欧内部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既可以看到这个 不仅仅是看到这个政经学的一般理论 而是看到什么 还包含着对西欧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样一个特点 它并不能完全代表东方的这样一个发展 东方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呢 把它这个稍微做一点区分 就要看到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就是说无论如何 恩格斯描述的是 西方的这样一个社会的 一个起源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也形成了 它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独特贡献 就是说它在认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和马克思在思考这个人类学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有一定的差异的 这样就形成了它的这样一个贡献 那么开口起来呢 我们说这个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呢 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人类文明眼镜的视角 揭示了家庭史和生产史的相互作用关系 把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向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转变 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就是说人类文明当中啊 经过了一个从家庭史向社会史的 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变化过程 而它呢就揭示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这个人类历史啊 是怎么从一个家庭史走向社会 生产史的 走向生产史的 是怎么样以这个生产关系来取代 家庭关系而成为社会的主要关系的 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 而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说明了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 一个必然趋势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就是分析了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分析了西方家庭的眼镜 揭示了西方私有制的起源 和它的文化传统 这个对于我们呢 分析民族发展史 有着相当重要的方法的意义 相当重要的方法的意义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 认识一个民族的发展啊 特别呢 这个 消除这个 这个单线条的描述历史的发展 所以在 由于这样一个方法呢 就是唯吾史观呢 它不是单线条的描述世界各民族的发展 就是把各民族的发展归到一个预示的框架里面 而是把这个历史决定论和非决定论把它融为一起 就是看到这个世界民族发展 一方面强热它的有必然性的一面 另外一方面呢 又看到每一个民族发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它的特殊性 那么这两个啊 就是说前者呢 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 后者呢 可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啊 一种思考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呢 就按照这样一个 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啊 我们来看一下恩克斯是怎么认述这个问题的 首先呢 恩克斯在这个里面呢 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 就是说他在这个家庭的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当中 根据摩尔根的人类学成果 散发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基本关系 也就是他说的两种生产理论 所谓两种生产的 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 一种是人的生产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个经典的表述 经典的表述 他说根据维吾主义观点 历史中的决定因素 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身也有两种 一种是物质生活资料及食物 衣服 住房 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能自身的生产 几种的繁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 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 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制约 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劳动越不发展 劳动产品的数量 从而社会财富 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 社会制度就越在交大程度上受血除关系的支配 然而在以血除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当中 劳动生产力日益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交换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 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 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 这些新的成分在几个世纪中 极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 直到两者不相容性 最后到自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 以血除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 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 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 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除团体 而是地区团体 在这种社会中 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 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 这种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这一段可以说是他对整个他的关于这个思想 就是两种生产思想的一个逻辑的和历史的表述 逻辑的和历史的表述 这个表述呢我们可以把它开划为这个三个基本点 可以开划为三个基本点 那么第一个呢就提出了两种生产 就是说这个人类有两种生产 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 也就是说人类生产呢 是由这两种生产构成的 那么生产资料的生产呢 是以劳动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生产资料的生产呢 它是以劳动为核心 它是什么 以劳动为核心 而人的生产呢 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以家庭为有代的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样劳动和这个劳动和家庭 就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 我们分析任何一个时代 分析任何一个时代 和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的社会制度 我们都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我们都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这是提供了这个分析人类历史的两个项度 两个项度 在以前在马克思和他的这个 我们说政治经济学 这个角度分析什么呢 政治经济学都是分析劳动的 都是分析劳动 所以它主要是什么 从这个劳动啊 比方说马克思对这个 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析 在早期啊 它主要是从这个劳动的 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 强烈劳动的特点 劳动这个异化劳动什么 就很多啊 都是从劳动来分析的 那么还有一个视角 还有一个视角 这个恩克思提出两种生产是什么 就是说它是以这个家庭为纽带 家庭为纽带 那就说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分析 从家庭的角度啊 来进行分析 家庭的角度分析 所以实际上呢 既然这个任何社会 它的如果我们来分析 它作为这个社会的细胞 或者它的这个基础 最主要的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分析 就是一个是劳动 一个是家庭 一个是劳动 是家庭 所以这个 这是我们呢 这是 它是一个人类生产的基本构成 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 基本结构 这是一个观点啊 一个观点 也这个观点呢 既是一个基本观点 同时也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 第二个观点呢 就是这两种生产呢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 它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 它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 这个恩格斯把整个人类历史 分为史前史和成文史 成文史 那么史前史指的什么呢 史前史啊 是以血除关系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 史前史啊 史前史的时候啊 它是以什么 在史前史期 举出 虽然这个家庭和劳动啊 是任何社会构成的一个基本结构 基本细胞 但是呢 它们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就说你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到底是以家庭为主要的 这个主导性的结构呢 还是以劳动为主要 主导性的结构呢 由于这样一个 它们的主导性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社会的特性就不一样 就是恩格斯把 它分为史前史和这个成文史 那么史前史呢 它的整个这个社会的基础是什么 是以劳动 是以这个家庭为主导的 那么家庭呢 它是以血清制度 血清关系为指导的 所以这就是什么 也就是成文史之前的 这样一段历史 那么它说成文史 是以什么呢 是以劳动啊 为基础的 所以它叫做成文史 它叫做成文史 那也就是说 真正的这个人类文明的 这样一个形态 它是以什么呢 是以劳动为基础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国家阶级关系 以这样一个为基础 所以也就是说 它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 一个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一个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 这样就形成了什么 如果要是说 它把人类历史发展 看作是由这个 史前史到成文史的过渡的话 那么在社会结构上 是不是发生了一个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进到了以国家和阶级关系为基础 也就是进到了以社会为基础 以社会为基础 那么从劳动形式上来说呢 就是说以家庭为基础的 这样一个 就是以血缘 血缘为纽带的这个团体为主的 这样一个形式呢 转变为什么 转变为一种以劳动啊 以生产资料为主题的 这样一个形式 一个形式 所以这样呢 就形成了什么 这个人类历史啊 在不同阶段上的变化 正是因为这两种关系不同 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变化 一个变化 那么 温格斯就说 它说在这个成文史的阶段当中呢 并不说没有家庭 不是没有家庭 而说这种家庭啊 它是受生活资料生产制约的 就是说它是服从于物质的生产的 负质的生产的 那么和这个相应的呢 它出现的是什么 是一个父权制的社会 父权制的社会 而和它相对的 在这个死权时呢 它是一个母系社会 是一个母权制的社会 母权制的社会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说在 恩格斯的分析当中啊 它实际上是把这两者关系啊 把它是结合起来的啊 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这样呢 就说在讲这个家庭和这个 劳动 劳动这两个这个社会结构要素的变化的时候 就说嘛 恩格斯啊 它不是一个仅仅在 就一个社会形态讲 而是讲了整个文明史的这样一个变化 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变化 而不是 而不是讲的一个民主史 或者是一个一个社会形态史 恩我们讲政治经学是讲社会形态 讲社会形态 那么这个人类学讲什么 讲的是文明形态 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是不同的 我在一个文明形态当中 我可以有很多社会形态 比方说我说成文史 它是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 恩人类的这样一个文明形态 那么这个文明形态呢 它可以什么 可以有什么 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 有奴隶制 有封建制 是吧 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社会形态 所以如果从政学的角度来研究的话 它讲的是一个什么 讲的是社会形态的变化 而在这个地方呢 讲的是一个人类文明史的变化问题 文明史的变化问题 就是怎么样从一个 这个史前史到成文史的这样一个变化 人类文明的变化问题 这是第二个基本观点 第三个观点呢 强调社会分工的发展 社会分工的发展 私有制的产生 是生产资料的生产 取代人的生产 而成为人类生产的全部基础和内在动力 就强调啊 社会分工的发展 私有制的产生 是生产资料生产 取代人的生产 也就是说取代这个 史前史 然后成为这个人类生产基础的一个内在动力 也决定了人类社会 必难由史前社会 进到文明社会 当然在这个文明社会当中 人的生产呢 对这个社会的发展呢 有制约作用 有制约作用 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 不起决定作用 所以在这个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人 但是呢 它要什么 生产资料的生产和这个人的生产要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关系 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这是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这样一个要求 客观规律的要求 所以即使我们到了文明社会 也就是说到了以劳动为基础的这个社会 但是我们也不能轻视这个家庭啊 家庭的因素 在这个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 所起的作用 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性别研究 很多都是根据恩克斯的这样一个思想 他或者赞成他或者不赞成他 但是呢 都要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啊 来开展这个性别研究啊 性别研究 那么这个是有什么根据呢 就是说我们在分析这个人类文明史的时候 我可以从两个角度 在逻辑上我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我可以把它们分开 那么我可以一个方面 我可以从这个劳动史的角度 能不能生产资料的这样一个生产发展的角度来考察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也可以从这个家庭 从伦理 伦理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对于伦理史的考察呢 也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家庭这样一个角度切入的 家庭角度切入的 这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那一段啊 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基本观点 基本观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家庭分工和私有制 就是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说明 具体说明 就是恩格斯依据这个摩尔根的资料啊 是怎么揭示家庭分工和私有制的关系的 怎么揭示家庭分工和私有制的关系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恩格斯啊 首先分析了家庭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首先分析了家庭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这个发展的意义 就是说摩尔根在考察这个原始社会的时候 就发现了家庭和亲属制度的关系 就是家庭啊 就是摩尔根啊强调的 这个家庭和亲属制度是和什么关系 可以说这个亲属制度啊 可以说就是死前死的一个基本制度 他的社会制度就是亲属制度 所以他是一个当时啊 也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社会形式啊 社会形式 那么他就指出什么呢 他说家庭是一个人动的要素 在家庭和亲属制度上面 他说家庭啊是一个人动的要素 是一个人动的因素 家庭是一个人动的因素 他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动的 而是随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阶段 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 所以也就是说家庭呢 他是一个在亲属制度比起来 他是一个人动的方面 而相比之下 这个亲属制度呢 是一个被动的方面 就是他只有这个 家庭经过了很长时间变化以后 你这个家庭制度啊 他才会发生一些变化 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你亲属制度的这样一个 一些规定 比方说这个 这个财产的分配关系啊 很多这样一些 就是说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 姐妹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啊 他这个辈分啊 什么这样一些关系 他的变化是什么 你家庭变化了 他很久很久以后 他才会发生变化 他在这个你家庭经常的变动当中 他是不会变化的 那么这个恩格斯啊 就很重视这个摩尔根的 这样一个发现 就是说他就发现什么 就是说这个摩尔根的发现 实际上是什么 首先他把这个 这个死前死社会当中的 这样一个 就是说哪些因素是能动的 哪些因素是被动啊 他把它分出来了 把它分出来了 但是呢他不是 这个当时的这个 因为这个摩尔根是个人类学家 所以他仅仅从人类学的角度啊 就是说从能种的这样一个 这个关系上来讲 所以他只讲到这儿就为止了 他只是把它揭示出来就为止了 但是恩格斯就不同 恩格斯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同时也引用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 那么到调整的事 rela看了 我们在试诺下方谈解